2011年8月的一天 王学阳准备下班时 接到公司董事长王焦丽的内线电话 晚上有空吗 我请你去我家吃饭 王学阳的心里不由得一惊 但是 稍停片刻之后 他就答应了 王学阳 1983年出生在重庆大足县的一个普通家庭 2010年 硕士毕业后开始找工作 后来的应聘到重庆市一家私营企业 利亚电子器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 同时 公司的女董事长王焦丽 对他关照非常有加 每月的底薪就给他5000元 但凡公司有重要的商务洽谈 他也总是带他出席 一次的 王学阳陪王焦丽应酬完毕 在酒店电梯里 多喝了两杯的王焦丽 突然身的一软 依偎进他的怀里 还顺势的在他脸颊上 亲了一下 董事长 这一下 王学阳就读懂了 董事长王焦丽的暗示了 十年38岁的王焦丽 是重庆市人 两年前和丈夫立了婚 现在和13岁的儿子 生活在一起 咱们再回到开始 这次王焦丽约他去家里吃饭 十有八九是要向他摊牌 而从内心来讲 大他整整十岁的王焦丽 确实是有点超出他的接受范围了 但公于心计的他 又很快的算了一笔账 自己虽然是硕士 但家里靠不上 想要凭一己之力出人头力 那是难上加难 再者说呀 王焦丽他家产的是上千万的 如果不答应王焦丽 他就得辞职重找工作 可是他不干呀 一旦重新找工作 那他的工资 很可能只有三千元左右了 要奋斗到现在的五千底金 那至少还需要三年 那这样一算账 这不就意味着经济损失七万余元吗 我还加上浪费三年的时间 是吧 不划算的 退一万步来讲啊 如果娶个普通女孩 要约会 是吧 还得送聘礼 还得买城买房 那经济成本就更大了 就这样算着算着 汪学阳的心理天平彻底的 是倒向了王焦丽 就在这天晚上 在王焦丽那栋装修豪华的别墅里 两人心照不宣的 跨越了最后的底线 一夜的翻云覆雨 第二天 王焦丽就让汪学阳 退掉了出租房 汪学阳带着简单的行李 搬进了王焦丽的别墅 可是好景不长 半个月后的一天 王焦丽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抽携起来 王学阳赶紧问他怎么回事 王焦丽告诉他 自己因为工作忙啊 没有时间照顾儿子 去年九月将儿子陈志明 送到了寄宿中学 但儿子又不适应寄宿生活 这次其中考试成绩下滑的相当厉害 暑假之所以让他去爸爸家里 就是想让爸爸找几个老师替他补习 可是他爸爸今天打电话来发脾气说 孩子成绩下滑的不是一点半点的 换了好几个不习班的 都被老师给退回来了 前夫的话里话外啊 就是在责怪他没有尽到母亲的职责 他已经被生意折腾的疲惫不甘 现在儿子的学习又出现了问题 委屈 疲惫 一起涌上心头 哦 这样啊 其实急也没有用 慢慢想想办法吧 年轻的汪学阳啊 其实对这类家务事并不怎么上心 只是礼节性的安慰了几句 可没想到啊 王娇丽就突然想起了什么事的啊 猛的抓住他的手说 哎哎 对了 你不是也是高材生吗 能不能帮帮我儿子 汪学阳一愣 王娇丽接着说 哎呀 你可不可以就在学校旁边租到房子 你住过去 每天给他辅导辅导功课 这样突如其来的要求 让汪学阳好为难啊 那样的话 那自己好不容易 不来的轻松生活 那不就又被打回原型了吗 被安排到出租屋里陪孩子 那算什么呀 也许是看出了汪学阳的心思啊 王娇丽赶紧承诺 汪学阳陪读期间呢 可以不用上班 这工资 奖金 照发 只要他生意不忙 就会到出租屋里陪他们 而且啊 等孩子成绩有了起色 考上重点高中之后 那自立能力也强了 他就和汪学阳结婚 结婚之后 一家人再移民到国外 听着王教立的话呀 汪学阳又搬起直头 做了成本比较 陈志明已经读完了初一 是吧 再等两年就可以中考了 只要熬过这两年 那自己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了 如果要凭自己的努力 去国外定居 那至少还需要十年 或者二十年来打拼 王学阳又心动了 再说了 陪读又能有多苦呀 就算是当两年的带薪休假吧 想法不错 2011年9月初 陈志明开学之后 王教立在技术中学附近 做了一套装修的很不错的 两室一厅的房屋 供儿子和王学阳居住 王学阳就这样开始了 自己的陪读生涯 陪读生活啊 其实并没有像王学阳 想象的那样轻松 他很快发现 现在的初中课本 比他读书时候要复杂的多了 王学阳他只有每天提前 把课本学习一下 就要花费两到三个小时 孩子功课多 不过他做完作业 也得花三四个小时 而完了之后 还得洗衣做饭 再加上位置偏远 去最近的菜场回来 都得花大半个小时 去大超市得一个多小时 他基本是没有空闲的时候 比上班还要累 王学阳开始频频向王教力抱怨了 说想回去工作 为了安慰他 王教力便隔三差五的开车 给他送生活用品 或者是皮带之类的小礼物 有一次 陈振明上课 王教力亲自下厨 做了一大桌子饭菜 期间他倒在他怀里说 亲爱的 等出了国之后 我再也不用做生意了 每天就给你端茶倒水 做饭煲汤 来回报你对我儿子的好 好吗 王教力的话就像是春风一样 抚慰着王学阳烦躁的心 他一把抱起情日 两人就在地板上 火热的缠绵起来 王学阳就这样 耐着性子继续陪读 可是不久之后 王教力又急着求王学阳 孩子在外边吃饭 我很不放心 要不以后 志明就跟着你一起吃饭 也就是多个人 多双筷子 王学阳只有硬着头皮同意了 可是他哪有心思认真做饭 每天不吃煮粥 就是下面条 陈志明吃了两天就吃不下去了 不高兴的扔过来一句 还不如学校做的好吃 王学阳也不耐烦的回京道 那你就别在这里吃了吧 不想陈志明一下子炸了 你一个保姆还敢吼我 信不信我让我妈开除你 这小屁孩还真把自己当保姆了 王学阳气得是蹊跷声音 等天晚上他就拖着行李箱搬了出去 他重新的租了房子 还跑了人才市场 以最快的速度 找了一份私企财务助理的工作 在这期间 王教立来电话 他也赌气不接 可是谁曾想到 刚做了三天 他就因为不适应 严格的管理制度 连续迟到两次 被通知将扣掉半个月的工资 就在他沮丧的要死的时候 王教立的电话又来了 这次他不争气的 又摁下了通话键 半个小时之后 王教立的宝马叉舞 便开到他的面前 王教立什么都没有说 便带他到商场 给他买了一套新衣服 然后又请他吃了一顿牛排 反复的 王学阳乖乖的又坐着 王教立的车 回到了出租屋里 王教立和他在浴室 洗了一个鸳鸯浴 事后 王学阳舒舒服服的 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觉得自己离家出走 甚至可笑 那经济学的成本论 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 如果这时候退出的话 那以前的付出不就是归零了吗 我干嘛做这傻事 于是 王学阳调整好心态 继续做起了培训老师 之后 王教立说 正是因为孩子不懂事 他才不放心 把孩子交给别人来管 那如果你也不管 那到时候 我们一家人靠什么移民呀 其实的 王教立之所以求王学阳陪读 那是因为孩子的成绩 确实有气色 可是他哪里知道这是王学阳 偷偷的将陪读的策略 做了调整的结果 比如他不再跟陈志明对着干了 而是顺着陈志明的意愿 辅导功课变成了替他做作业 陈志明考的不好的试卷 王学阳也偷偷的代替王教立 帮他签字过关 好吗 王学阳心想 与其折腾来折腾去 那还不如守着眼前温柔相舒坦的 不就是叛逆期的小孩子吗 都是小菜一碟 不明缘由的王教立 将儿子不在耍性子 心里是乐开了花 一有空就带着他们两个人去购物游玩 王学阳还隔山差五的故意耍点脾气 就像是一个孩子似的 等待着王教立主动的送礼物 送温柔 送承诺 2013年6月 终于迎来了中考的日子 王学阳迫不及待的搬回了别墅 可是不负责的陪读 怎么可能换来好的成绩呢 陈志明中考成绩 离本市的重点高中分数线还差着30多分 没有办法 只能读本校的技术高中 王教立沮丧极了 他对王学阳说 孩子不争气 让我太失望了 公司的事业 我一时也放不开手 那如果现在出国 那孩子和生意啊 估计我都顾不上 你就继续在这里陪孩子 再读三年高中吧 等他懂事一点 考上理想的大学 那我们再一起移民吧 啊 王教立的话 让王学阳顿时掉进了冰窟窿 自己还能再熬三年吗 啊 三年这种监狱般的生活呀 他简直不敢想象 一级败坏的他 他大吵大闹 不可能啊 不是说好了两年后出国吗 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呀 王教立也没有好气的说啊 那是在孩子考上重点高中的前提下 也就奇怪了 怎么孩子平时成绩好 一到考试就跟不上啊 到底你是怎么教孩子了 自觉理亏的王学阳一时语色 但他故作强硬的争辩 此后两人便开始冷战 王学阳还估计从严再次搬离别墅 他原以为王教立会像往常一样 那样急切的主动的过来是好 可是这一次 他失算了 王教立刚开始的时候 还真的准备给汪学阳打电话 可是被儿子陈志明一把给拦住了 他对母亲说 虽然我是很调皮不懂事 但我不傻 这两年我也看出了你和汪学阳的关系不一般 但是妈妈 他真的是不值得你托付终身的 并且我也不可能接受他做我的继父 因为他 他一直在忽悠你 一直以来都是他在帮我做作业 那天晚上陈志明把汪学阳的所作所为向母亲全盘托出 王教立听得是木登寇呆 自己这两年也算是对得起汪学阳了 可没想到竟然换来如此虚伪的回报 更可恶的是还为此耽误了儿子的前程 由此失望透顶的王教立决定果断放弃这段感情 再说这边 离家出走大半个月的汪学阳迟迟没有等到王教立的电话 可手里的钱也快花完了 他也不想找工作 他按捺不住 主动的给王教立打电话 表示自己想通了 看在感情的份上愿意继续陪读陈志明三年 可是汪学阳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王教立已经另有打算 王教立的公司 这两年因为受到网店的严重冲击不太警惕 由此他准备关掉公司的实体门面 转战网络平台 同时又抽出一部分资金 给自己和儿子办理投资移民澳大利亚的手续 同时呢 王教立为了拖延时间 对汪学阳敷衍道 这几天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孩子呢也放假了 这样吧 过段时间我就来找你 可就在汪学阳安心的等待回归别墅的日子里时 他却突然接到一位九位联系的公司同事 王玉的电话 王玉说 王总的门市部门已经关门了 大伙都在找工作呢 那你现在在哪里高就啊 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下 王教立的公司关闭了 汪学阳心里顿时也静 他立即试探性的给汪教立打了电话 说自己趁孩子放暑假 找了一份工作过度 自己还有一些书放在出租屋里 想王教立开车带他去取一下 而电话那头的王教立一听 汪学阳找了工作 觉得是结束感情的好契机 于是啊 就立即开车接到他 准备等他搬走自己的东西时 就跟他摊牌 而去出租屋的一路上 汪学阳一路的试探王教立最近的生意 王教立都是支支吾吾的搪塞 这让汪学阳心里很不爽 可是又不好发作 来到出租屋 他将自己一些旧书搬到车子的后备箱里 当时啊 汪学阳的心里还打着小算盘呢 他把自己的行李也带在了身边 想借搬书的机会 把行李和书一起搬回别墅 可没想到啊 当汪学阳打开后备箱后 却看到里边躺着一份移民中介的申请材料 而资料上赫然的就写着 王教立和陈志明两个人的名字 原来 原来只是以为 王教立对自己隐瞒了生意上的事情 没想到啊 他还要甩掉自己 带着儿子单独出国 想到这里 王学阳内心的火蹭了下冒了起来 当初王教立那样求着自己陪读 如今 见他没有价值了 就像是把他丢麻布一样给甩了 而他 还傻乎乎的做着美梦 不行 不能就这样便宜了王教立 王学阳迅速的在心里算了一笔账 自己这两年虽然工资奖金招拿 但是所付出的精力 所受的屈辱远比上班还要多得多 所以 王教立至少得再付给他多一倍的工资和奖金 此外 自己如果没有赔读 随便的找个工作 那待遇肯定也翻番了 而现在 这么一番折腾 自己要达到这样的状态 那至少还需要三年的时间 那么 这三年的损失 也得算到王教立的头上 另外的 王教立一个大自己十岁的女人 借恋爱之名享用她 那还得用一笔精神损失费 好好吧 一番认真的计算之后 王学阳算出 王教立至少要给他一百万 那自己才算没有亏本 抱着这个念头 王学阳让王教立进屋 说是要有话跟他说 王教立也正想就此了断 于是两人一前一后的走进了出租屋 直到王学阳 砰的一声将门重重关上时 王教立才感觉有些不对头了 这时 王学阳大声的质问他 你为什么一直骗我 今天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后备厢的移民资料是怎么回事 还有公司关闭 你不告诉我 又是怎么回事 听到他一通先发制人的质问 王教立压抑在心里的失望与不满 也不想再掩饰了 他数落起王学阳这几年的 偷懒式的赔赌经 看到自己的伎俩被揭穿了 王学阳恼羞成怒 竟然啪的一声打了他一耳光 吼道 你还有脸说 你一个比我大十岁的老女人 占我便宜 还觉得我欠你不成 说着呢 王学阳便扯到了正体 你必须赔我一百万 三天之内把钱打到我卡上 否则我和你没有完 其实啊 王教立原本对感情还是尚存一丝留恋 而此刻呢 这一丝留恋 也是彻底的灰飞烟灭 而持聘商场多年的董事长 他也不是吃素的 他拿出了不容置疑的强硬态度说 你和我恋爱也好 给我儿子陪读也好 都是你心甘情愿的 工资奖金一分不少都发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想要额我的钱吗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你这种吃软饭的废话 就一个字 滚 而王学阳呢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他大骂道 你这个死骗子 贱女人 他精算了两年的人生计划 就在这一刻彻底坍塌 坍塌的同时 一个男人的尊严也啪的一声 碎了一滴 他怒火中烧 随手操起茶几上一把半尺长的不锈钢水果刀 向王娇丽捅去 王娇丽见此惊恐的想向门外跑 结果却被汪学阳一把给拽了回来 摁倒在沙发上 王娇丽先是被刺中左手 他一边呼救 一边和汪学阳奋力的扭打起来 但是受伤的他显然是敌不过汪学阳的 很快的 汪学阳就再次举刀狠狠的刺向他的颈部和胸部 隔壁的邻居听到王娇丽的求救声之后 迅速拨打了邀灵 可民警赶到时已经晚了 只见王娇丽已经倒在血泊中 王学阳则瘫乱在一旁 紧接着 王娇丽被紧急送往医院 可是最终因为伤势过重 不致身亡 王学阳则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而被刑拘 好了 王学阳作为一个硕士 摆在他面前的本是一条阳光大道的 然而呢 他没有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去争取锦绣前程 却执着的于成本论 一心想朝快道 走捷径 实际上成功是没有捷径的 只想付出最低成本的人 那付出的恰恰是最高昂的代价 到此 本案结束 明镜需要更多的适合 REE 二 一 一 徒